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過去一段時間 英國對華態度一直都是非常曖昧 英國沒有緊跟美國總統特朗普那種對華的強硬態度 而自從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爆發之後 這種差異就越來越明顯 比如說在處理華為的問題上 或是向中國提出追責撒培的立場上 都是跟美國越走越遠 這當然是跟英國首相約翰遜 他想在中美冷戰新格局的夾縫當中 成為第三勢力是有關的 但這個乃進兩家茶禮的如意算盤 究竟是否打得響 似乎就不太抽象 根據英國衛報的報道 他們引述美國外交消息人士指出 說美國政府一直暗中向英國施加壓力 美國想藉著美英雙邊貿易談判 迫使英國必須在美國和中國之間作出抉擇 同時之間 美國亦尋求在美英雙邊貿易協議中加入一個條款 英國政客稱之為《讀院條款》 到底他有多辣呢? 其實就是一旦英國決定跟美國不認同的第三方國家 簽訂貿易協議的話 所謂的《讀院條款》將會允許美國 推出美英雙邊貿易協議 這裏所說的第三方國家 其實是孤隱其名 根本上所有人都知道他說的是中國 換言之美國其實就是想藉著貿易談判 迫使英國要靠邊陣 麻煩你現在是時候要歸邊 其實就想將英國捆綁起來 因為美國一直以來都想藉著這個貿易政策 來實施對中國的經濟圍堵 但英國一直說態度曖昧 現在特朗普就重錘出擊了 到底這一招是否能夠湊效呢?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讀院條款》 其實《讀院條款》不是第一次出現的了 早在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 和美日貿易協定當中 已經出現過類似的條款了 英國一旦接受了這個 下美英雙邊貿易協議的話 這樣就會使得英國和中國 在多個領域都不能再持續合作下去了 比如說在金融服務業方面 互倫通很可能會永久各自 使得上海證券交易所和倫敦證券交易所的互聯互通 遙遙無期 又或者在電訊服務業方面 目前英國還說要聘用華為 去建設英國5G網絡 但一旦簽署了這個協定之後 有了這個讀院條款 都很難繼續去聘用華為 又或者在芯片技術方面 英國就不能夠再和中國有進一步的交流 當然這個同時也是不利於中國的產業升級 到底英國首相約翰遜 會不會這麼順滩簽署這個美英貿易協定呢? 我看就未必了 他肯定會採取一個拖字決 其實就和中國一樣 拖什麼呢? 就是拖到美國總統大選完了之後才去拍板 一旦換了總統的話 對於約翰遜來說就一天都光亮了 因為這些這麼辣的條款 肯定就是美國總統特朗普 以及是他身後的那班鷹派白宮顧問 來提出的 若然換了拜登的話 那就一天都光亮了 因為大家可以查一下拜登的往跡 其實他在過去幾十年對於中國的態度 都是相當友善的 而約翰遜自從英國脫歐以後 他一直很想英國在中美冷戰新格局的格逢當中 成為第三勢力 當然歐洲、歐盟都想成為第三勢力 但到底哪邊可以成為第三勢力 還是兩邊根本上都沒有足夠實力 成為第三勢力 我看是後者居多 其實到最後大家都要靠邊站 只是差遲早的問題 從另外幾件事後可以反映出 近幾年中英的關係越來越密切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在2015年3月的時候 中國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簡稱亞投行 當時英國是首批 表態成為意向創始的成員國 到了6月的時候 英國就簽署了亞投行協議 就說英國政府計劃和亞洲地區 建立更加緊密的政治和經濟聯繫 想為英國帶來更多的機遇 亞投行也落答 第二件事就是 當美國和澳洲為首的西方國家 封殺華為的時候 英國就決定放生華為 當然有些報導也曾經指出過 英國有一些內閣成員 他們都很想中斷和華為之間的合作 當時英國的代首相南韜文 都曾經作出過相關的說法 但到最後拼取拍板那一刻 都是決定委託華為參見五支網絡 所以大家記得到 約翰遜其實也是非常重視 和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 第三件事就是 自從全球大流行疫症爆發之後 美國連番質疑中國隱瞞真相 以及斥責世衛組織淪為中國的傀儡 但英國似乎不是這樣看 一例 英國對於追究責任 他們是相當放軟手腳 經常說要等疫情緩和後才進行 第二件事就是 英國和歐盟曾經為世衛組織搞過一場集資大會 這擺明是和美國對著幹 美國一方面走向世衛組織山水喉 你又開一條大水喉射著世衛組織 這一個是說不過去的 第三件事就是 對於中國追責薩培的態度上 英國一直都沒有很明確地表態 終然就算在保守黨裏面 也有些人提出了一些聲音 但是似乎約翰遜不太聽進耳 好了 英國內閣成員的聲音可以壓下去 但是似乎保守黨裏面 對華強硬的聲音也越來越強烈 就在今天 有20名保守黨議員致涵貿易部長 敦促英國政府重新考慮目前正在下議院討論的貿易法案 以擺脫英國依賴中國進口產品的問題 目前英國是過度依賴中國進口甚麼產品 例如抗生素、止痛藥和抗病毒藥所需的藥物成份 以及電子產品 這也未算 在上個月時 有中國投資者原本想控制英國一家高科技公司 只不過受到英國政界的強烈反彈 被迫放棄計劃 到底這家高科技公司是做甚麼 原來一直都是為蘋果手機供應芯片 在2017年時 曾經被中國背景的私募基金收購 這家公司原本想召開一個董事局會議 空降四名中國籍董事進入董事會 以便被中國取得這家公司的控制權 但由於英國政界的強烈反彈 便要求英國政府內閣進行干預 迫使這個董事會取消了 故此 就算約翰遂壓得住內閣成員的聲音也好 在議會中也出現了一些對華強硬的聲音 而且這股聲音隨著時間的推移 似乎只會越來越強烈 而且約翰遂也要面對另一個壓力 就是要簽署美英雙邊賣協定 這個在英國國內的呼聲非常高 約翰遂當然現在採取一個拖字訣 盡量拖下去 使自己有一個思考或迴旋的空間 但如果英國最終選擇了向美國靠攏 這樣便會違背了約翰遜的初衷 因為約翰遜一直想著英國可以成為第三勢力 以及成為他口中所謂全球化的英國 但如果你要向美國靠攏 無論在外交和經濟政策方面 你也要看美國頭 而且約翰遜一直都非常重視中英之間的貿易利益 當他看到澳洲總理莫里森全面向美國靠攏時 便遭到了中國的報復 中國便說要減少和澳洲進口三成半澳洲牛肉 以及打算加徵大脈的關稅 使澳洲將會蒙受幾十億美元的貿易損失 這些當然不是約翰遜願意見到的東西 但就算英國不向美國靠攏也好 到底英國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成為一個獨立於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第三勢力 這個都成為疑問 而且不單是英國想成為第三勢力 連歐盟那些國家都想成為第三勢力 英國和歐盟之間又要競爭一番 到底行不行呢? 我就很懷疑英國到底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當然約翰遜是有這樣的大致的 但是似乎目前的英國 無論在美英貿易和中英貿易當中 那個討價還價的能力都不是相當強的 所以他就一直等機會 就等美國的總統大選 根據最新的CNN文條顯示 當然這個未必可信 因為CNN做的 就說拜登的支持度是去到五成一 而特朗普就落後百分之五 只有四成六 到底最終的結果會怎樣呢? 我相信現任總統始終會提高一線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